人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例如数学是科学的语言 音乐是情绪的语言 母语或外语是沟通的语言 现今在科技快速变化、互联网与人机时代下 程式语言则成为与电脑、机器沟通的语言 程式教育和阅读、数学成为未来工作必备的能力 想学习程式语言吗? 除了参加各类实体课程 Coursera之类的线上课程外 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读书资源 也可以协助自学程式语言哦 无论想学Python、Talasquid、R语言或是C语言等 Captive Video Library通通都有 以下简单5步骤 让您轻松利用Python、Talasquid Video Library自学程式语言 1.点选想学习的程式语言 2.查看学习目标与课程内容 3.点选目录分段聆听 4.下载学习手册 5.开始聆听线上课程 现在就开始自学程式语言的能力吧 3.直播放 4.月